据日本共同社9月2号消息 中共今年秋季召开的党代会 胡锦涛的亲信 内蒙古书记胡春华将被提拔为政治局委员 并接任重庆市委书记 分析认为重庆是薄熙来对胡为公开叫板的国中国 胡春华这次入主重庆 为胡锦涛出去了一块伤疤 中共十八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 中共内部人事变动的脚步也异常加快 中共喉舌新华社9月1号公布 原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并接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 由原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接任 另外据日本共同社消息 内蒙古书记胡春华将于金秋的中共十八大后进入政治局 并接任重庆市委书记 胡春华1963年出生 现年49岁 按照中共政治局委员退休的规定 他足以担任四届政治局委员 香港《明报》分析说 若传言为真 胡春华将创下改革开放后 中共全力交接的先例 薄熙来和胡文公开叫板的一个国中国 也是胡锦涛内心的一块伤疤 尽管薄熙来已经下台 但是在重庆 薄熙来时期留下的影响还在 胡锦涛把自己最相信的人派到重庆 或许也就是想要清除薄熙来时代留下的余毒 同时消除自己内心的阴影 时事评论员林子旭还指出 重庆是个很特别的地方 胡春华入住重庆的话 也就意味着他能够进入政治局委员的行列 因为重庆的这个禁忌任 省委数据都是这个政治局委员 一旦这个他进入政治局的话呢 胡春华后面的这个仕途就不可限量 以他的这个年龄优势 还有胡锦涛的支持 其实很有可能成为 继习近平之后的中共的第六代领导核心 路透社8月预测 胡春华可能直接成为政治局常委 不过时事评论员邢天行认为 胡春华是否是胡锦涛的又一个隔代指定 他有不同的看法 按照这个中共的这个习惯的思维 是这样就好像说以前有这个隔代去培养 但是从目前来看呢 我想胡锦涛就是想培养胡春华 像以前那样隔代那种接班人 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因为他也不具备像邓小平那样 隔代接班人这样一个实力 众所周知 北戴河会议结束后 当局一直避而不谈 但是当局却在不断的忙碌着 为十八大之前人士安排造势 同时还有失力派系的搅局 就使得各种传言更加扑朔迷离 据华文媒体报道 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调任统战部长后 将出任政协副主席 但无望进入政治局 而上海市长韩正将接替上海市委书记一职 常务副市长杨雄则接任上海市长 报道说如果消息为真 韩正也将进入政治局 为什么中共十八大之前的人士安排 会让外媒和一些华文媒体猜测呢 时政评论员曹长青认为 中共的十八大全部是黑箱作业 虽然最能体现共产党的特点 但由于完全在桌子底下进行 外界也就无法窥探变化多端的权力斗争 只能进行各种可能的猜测 美国正在进行两党 这个党的代表大会 要正式推出自己的本党的总统候选人 你看美国这个总统候选人权力的转移 完全是透明的 全部的党 感谢观看